第645集 一杯茶的功夫 没等赵纳月发话,一位头发花白的女祭祀便开始发难,她隔着数千光年的距离,盯着赵纳月的眼睛寒声说道 任何独神者都会坠入深渊,万事不得解脱 赵纳月毫不犹豫关闭了这名女祭祀的光幕,把对方踢出了会议 某星区的行政主官身体微微前倾 我不管你是谁,也不管阮将军为何会支持你 但你必须立刻释放主星祭堂人们还有那些战舰里的英勇战士 没人应该被你这个恶,如此折磨 星河联盟无数民众都看到了温泉边的画面 这些官员与祭祀当然都看到了 阮东楼也在联席会议的光幕上 在她的身后隐隐可以看到一些鲜血,还有战斗的痕迹 我们终于信仰,我们不会投降 赵纳月没有说话,望向深前最近的那块光幕 那块光幕上可以看到清脆的草原 以及一座塔般的雄伟建筑 各星域的行政长官及祭祀们自然认得出来 那是著名的星门祭堂 数十辆悬浮汽车从山崖下飞起,落在祭堂前的广场上 被关押多日的下组长、太阳主教等人从车里走了出来 望向长长的石阶上方 伴着轻微的脚步声 星门女祭祀从祭堂里走出,来到众人之前 她眼神宁静,如往常那般淡然 只是略显有些憔悴 可以看得出来,多日的软禁生活还是带来了一些影响 星门女祭祀看着石阶外的那些光幕 与熟识的同伴以及陌生的官员们微微点头致意 然后望向赵拉月缓缓攻身,用平静而尊敬的语气说道 见过神世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你了 星门女祭祀轻声应响 看着这幕画面,听着这些对话 联席会议光幕上的那些祭祀 以及行政主管震惊至极 星门祭祀可以说是除了主星内位之外 地位最高,最被尊重的祭祀 为何他会对那个短发少女恶魔如此尊敬 神识又是什么意思 主星那位曾经是神明意志的执行者 但当神明预言中的继承人出现时 他因为对权势的贪心,不肯交出权柄 甚至试图对心神不利 你们如果坚持站在对面,那就是独神 星门女祭祀平静的声音在光幕上不停响起 在各个星球之间穿行 赵腊月关掉了光幕 这场看起来可能会决定星河联盟命运的联席会议 他只参加了五分钟 事实上如果不是六十岁的请求 他根本不会召开这场联席会议 就在刚才 大部分的民用飞船已经被解除静默状态 按照中央电脑的命令飞回最近的星球 或者太空船屋 并且被警告在未得到权限之前 严禁再次起飞 他对远在加雷通道转运站里的陈牙等先人说过 距离才是这个宇宙里最重要的问题 只要战舰与飞行器无法自由航行 星河联盟便会被切割成无数个孤岛 就算是你那个星球的行政主观 女祭祀甚至是仙人 也不过就是岛主罢了 当你无法影响这个世界别的部分的时候 就等于被这个世界放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现在对星河联盟做的事情 就像是仅久这一年多时间里 对自己做的事情一样 把整个结构的运转速度降下来 也就是降至 办公室里的光幕消失了 杯子里的茶还是温热的 染寒冬走了过来 点了点头 嗯 基地实验室的数据与程序已经全部拿到 他说自己与祖师是占有 看来祖师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他 阿大在他膝头抬起头来 有气无力地瞄了一声 表示赞同 钟离子与江玉夏也完成了手上的工作 有些不自信地把挑选出来的那些名单交了出来 赵拉月喝了口 数百个近况大小的光幕再次出现在办公室里 那些光幕上都是战舰内部的画面 这也就意味着 有数百艘战舰已经被中央电脑唤醒回到现实的世界里 那些战舰的舰长神情各异站在光幕前 一些高级军官则站在他们的身后 你们接下来会收到相关的事件信息报告 简单来说 你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场政变 赵拉月放下茶杯 对那些光幕里的人说道 九分钟时间考虑 投降 或者永远死亡 根本就不需要九分钟 那些舰长平静地表达了拒绝 都有着视死如归的勇气 让寒冬看了赵拉月一眼 知道他没有耐心处理这些事物 很主动地接替了他的工作 我知道你们大部分人都有思想烙印 所以你们不是对象 中央电脑把钟离子江与夏挑选出来的那些人名 显现在战舰的光幕上 随着那些名字的出现 数百艘战舰都发生了一些程度不一的混落 让寒冬对着那些被挑选出来的副舰长 高级军官们说道 如果你们愿意效忠新政府 标准时间三天内 实验基地会派遣无人装置过来 给你们进行相关程序验证 从此必须服从这位女士的命令 他说得比较隐晦 实际上谁都知道这就是思想烙印 不用 你们只需要服从中央电脑的命令 染寒冬微微一正 心想这也太自信了吧 接着照此处理 赵腊月抱着阿大向办公室外面走去 我要去休息一会儿 银色飞船离开军部大楼的平台 破开大气层与修复中的防护罩 穿过那些或者破烂或者紧闭着门的空间站 化作一道流光 向着那颗明星的恒星飞去 主星靠近星系的核心地带 无论望向何处都能看到璀璨的星空 亿万颗星辰很美丽 但加在一起也不会有近处的恒星提供的仙气更多 没过多长时间 那艘银色飞船来到了恒星近处的某个区域里 赵腊月离开战舰 盘膝坐在宇宙里 沐浴着阳光 闭着眼睛 静静吸收着仙气 阿大摊开四肢就像一块飞天茅毯 飘在他的头顶 嘴巴不识张合 就像小猫在屈内 一个用万物一箭横扫整个星球 一个踏碎引力场 确实消耗太大 他们这时候极为疲惫 需要好好地睡一觉 在赵腊月与阿大对着太阳沉睡的这些天里 星河联盟发生了很多事情 投降的投降 骂娘的骂娘 那些战舰里自然发生了很多变故 就像很多喜欢描写人性险恶的故事一样 没有什么太新鲜 以至于需要专门讲述的情节 好在轻而控制得很好 没有真正的惨剧发生 没过多长时间 整个局面便平静了下来 在电视上与网络上骂娘的民众依然愤怒 各星域的行政长官以及女祭司们 则沉默了很多 星门女祭司以及太阳主教等人已经启程 乘坐的是星门大学军事系的高速飞船 这艘飞船拿到了中央电脑发出的通行证 随后十几天时间里应该是宇宙里唯一的人类飞行器 这是人类文明复苏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政变 也是完成最快的一次政变 因为政变的那一方掌握了中央电脑 继而找到了绕过规则的一些漏洞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这场政变的发起者赵纳月的目的 不在于统治这个世界 但谁都知道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 这场可能影响人类终极命运的战争 还有最重要的一场战役没有打响 伴着粗暴的大风 银色飞船从太阳那边飞回了主星 落在了军部大楼的平台上 赵纳月抱着阿大走了出来 他的衣服边缘有些焦黑 阿大的猫毛也有些微焦 看着有些狼狈 仿佛苦寒的旅人 从风雪山神庙里 太过贪恋火堆的温度 但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到任何疲倦的意味 元气十足 鲜意飘飘 眼睛黑白分明 阿大在他的怀里也是东张西望 顾盼自豪 蹭来蹭去 毫不老实 来到办公室里 他接过那位陈忠孝端过来的茶 喝了一口 这杯茶的温度正好 而且够淡 钟离子去祭祀庄园接自己的老师 江宇下去接自己的舅舅 刚好都不在这里 世间哪有这么多的刚好 自然有原因 他们不敢见你 阮寒冬有些不好意思 没能完成任务 只收了四万艘战舰 就算有中央电脑与军方某些本土大佬的帮助 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收复三大舰队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更何况不管六十岁还是青儿 都不愿意看到太多死人 够了 列阳号那样的战舰在三大舰队里都排不上等级 真正的超级舰队 一艘便可以对付一颗行星 四万艘战舰足以横扫宇宙 更不要说摧毁祖星那边的行星防御系统 赵拉月放下茶杯 望向书桌上的那本书 那是大道朝天 李将军看的时候 刚好看到风过青山 说来就来的情节 现在他没办法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于是那本书便永远地留在了内野 压着书的不是普通阵纸 是两块蓝色宝石连城的事物 看着就像蝴蝶的翅膀 然寒冬看着这一幕画面生出很多感慨 赵拉月坐在李将军的椅子上 摸着那只白猫 不动声色地毁掉了那个蓝色蝴蝶代表的一切 好像一位女王 赵拉月把那个蓝色事物拿到旁边 合上书页 出发 轰隆巨响 军部大楼震动起来 无数烟尘从地下停车场以及缝隙里建出 很快便被准备好的设备吸走 狂风再次粗鲁地呼啸起来 蓝色的高温火焰 融试掉地下停车场里的一切 经由能量回收系统 去往数十公里外的郊区热力集散站 足以供给首都市民数年有余的需求 白云从窗外快速坠落 大楼离开地面变成了那艘巨大的战舰向着大气层外飞去 被震动惊着的民众来到街道上 与那些负责维持秩序的军人 警察一道向着天空望去 所有人都震撼无语 下一刻或者摘下帽子 或者微微低头 以为敬礼 在遥远的宇宙某处 四万艘战舰已经集结 如星辰般静静地悬在黑色的背景上 等待着它的到来 那艘黑色战舰在宇宙里沉默前行 里面的人们并不知道此刻在宇宙的各个地方 还有很多战舰也变成了棺材 当然 这些像棺材一样的战舰上面 没有一只巨大的黑色手木犬 黑色战舰从朝天大陆航行到这里 用了很多天时间 为了赶时间 还冒险进行了两次恒星引力加速 顺便利用那个时间窗口 让元曲、苏子叶等人吸收了更多的仙气 除了仙气 他们还通过沈云买举办的加强学习班 吸收了更多知识 人脑互动系统进行强行灌输的学习方法 终究有些单调 而且像彭狼说的 不够深入 现在他们不但知道了游戏防尘迷系统 度假星球的门票等级 神经类药物的分类 还知道了大物不见得 是通天境强者 也可以是大学物理 元曲等人还是对这个新的世界有些隔膜 或者说不适应 毕竟他们刚飞升便进入了这个与世隔绝的棺材战舰 没有机会真正地接触那个世界 就像乡下人刚进城便被关进了大学图书馆里 就算学会了地铁怎么坐 电梯会自动开 也不代表他们就真的可以融入城市生活 于是 不管是脸皮极厚的他 还是心肠极硬的苏子叶都有些手足无措的感觉 似乎很是不安 当然这种不安的真正源头还是因为他们此行的目的 刺杀青山祖师 这也太刺激了 沈云埋一直冷眼观察着这些家伙 尤其是彭郎 景久曾经对他说过 彭郎的天赋在他之上 对此 他当然非常不服气 但看了这些天 他发现彭郎很是老实安分 甚至有些木讷 嗯 确实有些深不可测的感觉 今天的学习班结束之后 彭郎拿着笔开始复习题目 元曲和玉山看着电脑里的那些各星球风景 不时发出轻声笑语 苏子叶拉着童言在说些什么 好像与何瞻有关 雀娘走到机器人身前仰头说道 你确定没有人知道这个屠杀计划 除非那个没眉毛的又叛变了 在朝天大陆的故事里 童言反复横跳了不知道多少次 听到这句话 童言转身看了他一眼 苏子叶则是趁机竖起大拇指表示赞同 别比大拇指 那会让我晓得恩生那个无趣的家伙 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说过 彭郎放下手里的纸与笔望向沈云霾 规规矩矩做好就像是准备听故事的小孩 没错 上次我就说过 这是你们吴文门那位开派祖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算是我家老头子的徒弟 见到天赋不错 性格不算扭曲 只是有些执拗 你那天说非生的前代仙人 比点几底记载的数量要多 就算没有人知道这个突袭计划 就我们几个人 能战胜那么多前代仙人吗 祖姓那边是劲底 连我不禁允许都不准靠近的 那些家伙怎么会在那里 童言知道雀娘在想什么 我会让她把战力表列出来 提醒你一下 我才是总指挥 提醒你一下 你现在谁都打不过 提醒你一下 我可以毁了这艘战舰 提醒你一下 最想杀死沈青山的人是你 沈云霾还想说些什么 雀娘却有礼貌地说道 提醒你们一下 时间不多了